佛告徐佛提 如是如是 要乎有言得闻似经 不惊不畏 当之是因甚为稀有 这一段文是佛述成 前面的一段文是须不提灵解 灵解里边分四段 而是须不提文说是经神解一曲 替内悲弃而白佛言 稀有世尊 佛说如是圣神经典恶崇息来说的会言 未成得闻如是之经 这是徐佛提自己灵解 世尊亚夫有言得闻世经信心清静 再生十相当之是因成就第一 稀有功德 世相者宅是非相 事物如来说明十相 这是他灵解 第二段是他灵解 世尊亚夫有言得闻如是经典 心解受之不足为难 这是第三段 就是须不提自己灵解了 这个般若的无相法门 不敢讲难 要当来之后五百岁 既有众生等于世尊 心解受之 世尊再为第一 既有 这以下是他灵解 其他的人 要能通达般若的无相义 不是容易 是这样一次 这前边的四段都是灵解 下边的佛述成 虚不提真者这样子灵解了以后 现在第二段 佛应可他的说明 这样意思 佛告虚不提如是如是 你说的对 是这样的意思 要夫有言得闻是经 不经不步不畏 这里应可虚不提尊者的灵解 只是应可第四段 最后的第四段 他人通达般若经义 不用义 这是应可这一段 说要夫有言 说你是阿罗汉 要是听闻了金刚波尔波尔波尔秘经 你能够信受 能够受持 通达没有疑问 这是世底 要夫有缘 要另外有一个人 他不是阿罗汉 他得闻是经 得闻波尔波尔波尔秘经 无恶相 无法相 能够经不不畏 这个可不容易 这个经不畏 实在这个字是相同的 经也就是不 不也就是畏 这个经不畏 但是用了三个字 他的含义应该是不一样的 怎么叫做经呢 就是这个人听闻了波尔经所说的 无恶相 无法相 以无非法相这个道理 他因为是不合道理的 他心里面深深的不高兴 那就叫做经 这个 我们那只是从字面上啊 去学习金刚波尔经啊 可能不感觉什么 但是你要修止观的时候 你这个感觉就不同了 我们习惯上啊 我有一个生命题 蛇兽相应思 雅耳鼻子深意 我能看见蛇生相外出发 这一切一切的事情 忽然间说 一切都是空无所有的 你连我都没有了 你心里面感觉怎么样呢 你要做如是观的时候 你心里面感觉怎么样 这就是 这里面说这个不相信波尔经的人 就是感觉到不相信这件事 这个大致的论说呀 佛灭后五百年 有的佛教徒啊 听完了毕竟空啊 如刀伤心 像用刀啊 刺在你的心里那样痛 那样的不高兴 那样的不高兴 那麽 这叫做精 深物 深深刻的 不高兴这件事 因为一切法都空了啊 都不能成立因果了 这件事很危险 所以叫做精 这个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这个恐怖心呢 相续下去 不能除灭 这叫做不 这个位呢 就是它这个恐怖 是决定这样子了 不能改变了 所以叫做位 现在这里说 要佛有缘 德文四经 它没有精不畏 它通达了一切法 毕竟空了 而一切法还是蜿蜒而游的 一切法如患游 不妨碍是毕竟空 毕竟空也不妨碍如患游 这样子你因果 还是能安利 但是还是不妨碍 毕竟空的 这个世俗的和地 异地是不相妨碍的 所以他的心里面呢 没有精不畏 说当之世人甚为以稀有 这是佛赞叹这个人 说这个人太难得了 他能够学习波尔波罗密经 学习的很完善 而没有过失 这种人很少 何一顾 这底下解释这个原因 西伯提如来说第一波罗密 说为什么学习波尔波罗密 而能够没有精不畏 这个人稀有呢 因为如来说第一波罗密 佛赞叹这个波罗密 佛赞叹这个波罗密 在佛所说的一切法门里面是最殊胜的 最高深的 所以啊 就是不容易相信 信 不容易生起信心 非第一波罗密 其余的一切法门里 不是第一波罗密 不是最殊胜的 波尔法门 在一切法门是最低的 世民第一波罗密 唯有波尔波罗密 这个法门是最低的 其他的都不是第一的 所以对于波尔法门 能够相信无疑 而能够信寿修小 这个人非常的稀有 这是述称 那么前面这一大段 就是灵解述称 是虚伯提引入波罗密 如来说 非人如波罗密 何以故 虚伯提如恶细微 隔绝王隔绝身体 恶于恶世 无恶相 无恶相 无众生相 这前面是无恶相 这前面是灵解 下边是劝行 劝我们学习波尔波罗密的音 不要停留在文字上面 应该实际上 应该实际上 要修行这个波罗密 这第一段是引入离相 劝我们这样修行 劝我们这样修行 前边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六波罗密 就是举出个不识波罗密 菩萨欲法 因无所助 行于不识 六波罗密里边举出不识波罗密 现在这里 劝行里边就单独说出了引入波罗密 就是因为引入波罗密不容易行 劝我们这样学习 是这样意思的 引入波罗密如来说非引入波罗密 这个引 这个字 就是心里面 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遇见一些如意的事情 心里面不动 心能够不动 还是原来的这样和平的境界 不会因为如意的事情 心里面激动生大欢喜 不是因为不如意的事情来了 心里面就愤怒 不是他心里面还是明镜 那叫做引 就是安住不动叫做引 当然有生引 有法引 有无生法引 有生引 就是引与引之间有什么冲突 或者蚊虫的 对我们的伤害 你都能够引受 这叫做生引 这叫做生引 法引呢 就是我们身体有什么病痛 老病的这些事情 或者是寒热这一切的事情 你也能安住不动 这叫做法引 如果你能够 生引也不可得 法引也能不可得 就是你有般若的智慧的时候 观察生引 观察法引是毕竟空 那时候叫做无生法引 无生法引就是有般若般若密的智慧了 一般的生引和法引是没有般若般若密的智慧 现在说引辱波罗密就是你遇见一切顺心的不顺心的事情 你都有般若波罗密的智慧 观察引是不可得的 都是毕竟空气的 所以叫做波罗密 这个说到引这件事 佛法是重视智慧 你有你自己从佛法里面得到的思想 你按照这个思想去做 去推行你的思想 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事情 你在众生的世界做这样的事情 会遇见种种的这些困难 你能用波尔波罗密 在你内心里面化解一切的这些烦恼 而你原来的思想不变动 原来的思想是不受影响的 那叫做影响的 不是说我听你的话 不是这个意思 原来的那个伟大的 广大的 菩提心的愿力不变动 这叫做影响的 有这个意思 如来说非影响波罗密 如果影响的时候没有波尔波罗密 那不叫做影响波罗密 是这个意思 何一顾 虚伯提如何稀微 隔离往隔绝身体 何一顾 什么原因呢 非影响波罗密 你要没有波尔的智慧 在这个影响上发生作用的话 那个影响不叫做波罗密 什么理由呢 佛说招呼虚伯提 如果昔微隔离往隔绝身体 在下面举佛本身 就是过去世的 新菩萨道的时候 这一件事 做例 表明有影响波罗密的时候 是什么境界 如果昔微隔离往隔绝身体 譬如我过去世 为隔离王 隔离翻到中国话 是恶生王 恶生 这个王很保药 不讲道理 隔绝身体 这是有一个因缘的事 就是释迦佛往昔 作为淫乳先淫 在深山里边修行 这个隔离王 带着他宫女 黄公立他这些女人 到深山里边去游玩 游玩这个王 他疲劳了 就在那里休息了 那么这些女 他这些宫女 就离开了王 各出跑 就看见了 就看见了 有淫乳先在那里 就是淫乳先 看见这些女人来了 他就通这些女人说法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 这个王从梦里面醒过来 看见没有淫乳 把他就拿着剑 各出跑 各出找 那么就找到这里 看见了这一群的女人 围绕这个修行人在这里 心里面就愤怒 就问这个仙人 你在这干什么 我在这里修行淫乳 我是修淫乳的 那么这个仙人 这个国王问他 说是你有没有 得四禅八定 得没得四禅八定 说魅德 说有没有得出国 得二国 得三国 得是不是魅德 魅德你这个生死 凡夫在这里看女人 其实不对 你说你写淫乳 试一试你也不写淫乳 就把她的鼻子尬掉了 把她的耳头尬掉了 把她两个手 两个猪尬又砍掉了 看这个仙人 这个 她的眼神不变 她的眼神不变 当然这是一个 就是淫乳的境界 心不动 那么这叫做 为隔离王隔绝身体 用这个刀剑呢 隔绝她的身体 额与耳诗 无恶相 无淫相 无众生相 无受众相 为什么会眼神不变呢 因为那个时候啊 这个淫乳鲜淫呢 它没有恶相 没有淫相 没有众生相 没有受众相 这四句总而言 就是无恶相 就是不知招啊 所受显现实里面有我 也不知招 所受显现实是真实性 这个话 也这么说应该是明白 但事实上啊 就是她能观察 鹅不可得 所受显现实不可得 她能这样观察 这样观察的结果 是怎么样情形的 就是她的心呢 就不住于 眼耳鼻舌身意上面 不住于 色受显现实上面 所以她在 色受显现实上面 在眼耳鼻舌身意上面呢 动这个刀 动这个剑 去隔绝的时候啊 这个 这位仙人 她的心呢 她的心不住于这里 她能住于 呜呜舌身意 呜呜舌身意那里 所以她心 她心里面不动 她就能够 不动称心 也不感觉她有这件事 她心里就能够 不动 当然这个件事 就是应该是 她是有禅定的功夫 加上有般若的智慧 所以她能够照见 但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像我们凡夫平常的人呢 我们这个心呢 不能在呜呜 牙耳鼻舌身意 那个地方住 不能在呜 色受显现实 那个地方住 不能安住在 离一切相那地方 我们的心就在 牙耳鼻舌身意这里活动 在色受显现实这里活动 在色受显现实处法这里活动 而这个地方是有土匪的 在色受显现实这个地方 言而鼻舌身意 神能相会出法 这就是眼前的这一切境界 我们在这里分别的时候 不是贪心就是称心 不是称心就是贪心 就是虚妄分别种种戏论 要有不如意的事情 心里面就苦恼 有如意的事情 心里面就欢喜 心随净转 现在这位尹乳献 他的心能够有 波尔波罗密的智慧了 他能照见一切法不可得 他心就在不可得的那个地方相应 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这个格力王是在 色受显现实在地球火风 在色眼形势这个地方 动刀 所以这个现实心里面能够无助 心里面能够不愤怒 他能这样子 大致德论上说 德无声法隐的大菩萨 八地菩萨 他这些化身的境界 当然他的本身 法身 我们是不能接触的 他来同我们见面就是化身的境界 众生是用刀用剑去杀害他的身体 就像割草似的 葛尼似的 在他的心里面什么是没有 那他就是波尔波罗密的境界 就是能这样子 但是这不是说是 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 就是你要长思期的从闻思修 有直有观 观一切法 观舍舍想要是无恶无恶说 是必经空 这样修 有舍摩陀的力量成功了 将来批波舍诺的力量成功了 那当然就是德无声法隐的菩萨了 这个时候才能有这个境界 你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如果你说是隔绝身体的时候 额与耳事 无我相 无云相 无众事相 这是没这回事情的 是要平常用功修行的 这就是般若的力量 这个般若的力量 这些苦恼的境界里面 有般若波罗密的时候 苦无忌悲苦 苦无不可得 就是没这件事 所以我们佛教徒 不管是在家居士出家的法师 你应该修小波尔波罗密 应该学习这件事 说是我要不识本心 那修行没有用 你光是注意本心不行 说是我注意本心 你知道我 你要没有波尔波罗密 隔绝身体的时候 你能无恶相 无云相 无忠实相 无受者相 我看不能 因为什么不能 你没有波罗的智慧嘛 没有波罗的智慧 就不能照见无云皆空 不能照见无云皆空 你就是个生死凡夫 生死凡夫 不要说是用刀剑的 用蚊子摇 你都受不了 你都受不了 所以这个波尔经 这一段就是举着一个事实 劝我们这样学习 要这样学习 这样学习的意思 你就要学习这金刚波尔波罗密经 你才可以办得到的 这底下说 何以故 为什么那个时候 这个刀剑搁接我的身体 而我心里面不取相 不取着有恶相 也不取着引恶相 也不取着法恶相 心里面能离一切相 心里面离一切相 当然这是成功了的意思 我们静坐的时候 你要心里面离相 心里面不行 你想那样就办不到 他心里面就种种的希望分别现前 就是有这个问题 当然这就是要尝试其的训练 不是一下子会成功的 何以故 俄语往昔节节之解释 为什么呢 怎么叫这无恶相 无缘相 无忠实相 我受者相 就是问 就是问 他说问 为什么原因呢 说俄语往昔节节之解释 我在过去的时候 说引辱现眼的时候 隔壁往节节 我的身体都一节一节 用刀剑来支节的时候 就是隔节的时候 要有恶相 言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我的心里面要执着 这个手术弦是我 执着眼耳鼻子身一是我 所以这就看出来 你修行 你非要修无恶观不可 修无恶观 你只是在那坐那里 看自己的这一念心 明镜而住 只修止不行 没有般若 还是不行 不能得泄脱 所以这个时候 要有恶相 言相 忠诚相 受者相 应生成恶 我要知道 手术弦弦师 我们一般人 不修行的人 只是很模糊的 所以印度的外道 他也是经过了学习 也可能得了禅定 然后在禅定里面 观察这个手术弦弦师 是我 是我 是这样子 我们一般的人 没有学习这样的 这种言论 我没有学习过 我们一天 就在手术弦弦弦上活动 只是语言上这样用 这是我 究竟什么是我 也不是太认真的去看这件事 那么要是你经过了学习 你要经过你自己用功 这个时候 你的思想有着转变 思想会转变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静坐的时候 初开始静坐 腿疼 那个时候不会昏沉 因为腿疼 它就不昏沉了 等到腿不疼的时候 心里就是妄想 或者昏沉 但是把这个观过去了 腿也不疼了 心里面也不妄想 也不昏沉的时候 你这个止修的合适了的时候 你的生理上会有变化 什么变化呢 不感觉到有这个身体了 不感觉有身体 不感觉有身体的这个是谁 这个是有事情的 那个时候是什么呢 就是你那个灵明的本心 显出来了 我们要不用功修行 只是向外攀缘嘛 哪里能够返回来 感觉到有个灵明的心 大家诚言有心 但是印象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你要静坐的时候 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就是这个 不感觉到有身体 有这个房子 有这个座位都没有 只是内心里面这个明了性 暂严常住 这时候 谁是我 你自己问一句 谁是我 这个时候你想一想 就知道 低水火风不是我 低水火风 有时候胖了 有时候受了 从外的隐私的滋养 就是这些东西 但是里面的灵明的 这个明了性 在那里 记耳长照 照耳长记 这个是谁 你可能说 这就是我 你可能会就这样想了 所以这个经论上说 执照我 多数是执照 死是我 不是舍受想行 不是我 是我所 这个死是我 多数是 多数是这样子执照的 执照死是我了 多数是这样子 但是你要不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 你要不学习金刚波尔波罗密经 你也不学习大志的论 不预浅师的论 俊姆罗斯法师翻的这个大篇波尔经 你不学习阿含经的话 你知道无恶吗 我看你不知道 你可能因为你的修行啊 你的恶剑是更厉害 一定是这样子的 恶剑更厉害的时候啊 你那波尔波罗密是没有的 但是可能还有一些误会 就是我静坐的时候 身体没有了啊 那不就是空吗 哎呀 这个空 在天台智大师的法华玄义上面说 有的人静坐的时候达到这个境界 就因为自己得无声发言量 就这种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 为什么会有这种误会呢 就是他没有学习佛法 没有学习佛法就会有这个误会 实在这个感觉身体没有啊 这个身体空了 这是你的感觉而已 你把眼睛睁开 你的身体还是在地啊 这不是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空 那个空是波尔波罗密的智慧 不是感觉 不是感觉的事情 但是你要不学习你知道这件事啊 你不知道这件事啊 所以这个至少有我这件事 我们不修行的人 也无所谓嘛 我也没关系嘛 但是修行的思想会有变化了 不是像我一般的这种想法了 现在这地方说是 这地方说 俄语往昔皆皆之皆是 要有恶相淫相忠实相受罪 应声称恨 这表示至少有我 有这个过失 说他要再用刀杀害你啊 不要说是用刀杀害你啊 你用功修行啊 人家说 你一直装模作样 你没有修行 你心里面就会不高兴 贬持你一下 这句话也可能是误会 也可能是有意地考验你一下 也因为你是用功 但是偏要这样的考验你一下 看你有没有修行 你心一动 就知道 你的修行还是很浮潜的 还是很浮潜的 就是啊 你经无如考验 一违背你 你要赞叹你生欢喜啊 不赞叹 贬持你就生愤怒 你的修行还在出一步 你的修行还在出一步 如果你有智慧啊 你就反省自己 对的 我没有修行 我还和一般一样嘛 你站在我就欢喜 你扁持我就不欢喜 不和一般一样嘛 说你没修行是对了啊 应该承认这件事 那么这就是 是一个问题啊 要有恶相 言相 忠识相 受识相 你要知道有我的时候啊 知道有我有什么问题 要保护我 到严重的时候 要杀别人来保护自己了啊 所以知道有我的时候 会造罪 要无恶的时候呢 你杀害他 他心里没有这件事 他还能发大悲心呢 救护众生 所以无恶 不管是阿韩经也好 我刚才说这一部书 都是赞叹无恶 应该秀无恶观 说要有恶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识相 应生成恶 那个时候之言是应该奋度了 那就不能引辱了啊 也就表示没有波尔波罗密的智慧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劝我们啊 你修引辱是对 但是要有波尔波罗密在里边 要与波尔的智慧相应 前面说是 菩萨一发 因无所受 行一菩萨 所谓菩萨是菩萨 菩萨是菩萨生 相为出法菩萨 就是劝我们 菩萨的时候要有波尔的智慧 要有波尔的智慧 这个菩萨是波罗密 你引辱的时候 有波尔的智慧 就是引辱波罗密 要劝我们这样学习 这样用功的 菩萨又念过去 于五百世做引辱先淫 于而所事 无恶相 无缘相 无众所相 无受者相 这个 释迦佛过去是 修引辱先淫 不是一世 他是念过去是 五百世做引辱先淫 就这样做 于而所事 于那么长久的时间内 都是无恶相 无缘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修无恶观 修无恶观成功了 修无恶观成功了 我们从这个 有分裂而知 有聚生而知 修无恶观先断分裂而知 继续修无恶观 来断这个修生而知 要到阿罗汉 这个修生而知 才能除掉了 才能除掉 只是要很长一段时间的 那么这位菩萨 当然不是以四国来论 应该用十地菩萨来论 初地 二地 三地 乃至到第八地 分别而知 修生而知都断掉了 世故 虚不提 菩萨 应了一切相 发多了三百三不提心 这底下 就是劝的 因为你要能够这样子 才算引入波罗里 好 你 不是凡夫境界 能超越了凡夫的境界 所以佛造虚不提 所以菩萨应了一切相 发多了三百三不提心 就是要离恶相 离法相 非法相 就是离一切相 而还发大悲心 发无上菩提心 发无上菩提心 上求佛道 发大悲心 下发众生 但是还是离一切相 离一切相 初开始这样学习 还是凡夫的菩萨 成功了 就是得无上菩提心 出的菩提心 这个时候是离一切相 发多了三百三不提心 他在发大悲心的时候 能离一众生相 这个 发无上菩提心 能离一切法相 一切非法相 那他是圣人 他有那无分别治疗 所以能和那个诸法如 能够相应 那那个时候吧 就是离一切相 发多了三百三不提心 不应注射生心 不应注射相味 出法生心 你初开始学习的时候 修舍摩托 又屁又屁又舍摩托 也训练自己 不在射生相味 出法上那儿 执着 执着这是真实有 不要这样执着 执着就是观察 射生相味出法 雅耳鼻子身 一切法 都是如幻如画的 如梦中静 如水中月 都是有而不真实 然后再观察这些不真实的 这一切法 都是自信空的 是必经空的 那么心就能离一切相了 所以这叫做 不应注射生心 不应注射相味出法生心 这个生心呢 你要注射生相味出法生心 生什么心呢 贪嗔痴死死烦恼了 就是我们一般的这种境界 我们没有修行的人的境界 就在射生相味出法上 需要分别 这叫注射生相味出法生心 现在你做佛教徒了 你要学习圣道 圣道怎么学呢 就是不应注射 射生相味出法生心 不要在这里再需要分别了 不要这样子 应生无所住心 你要时时的 发动 这个生就是发动 发动波尔波罗密的智慧 在神人相味出法上 观察它是如幻如画是必经空的 这波尔的智慧就生起来了 就建立起来了 你要这样学习 这样学习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当然你要学习中观论 学习大致的论 学习摩哈波尔波罗密经 学习 遇见识的论 所以这样你这个清静的智慧升起来了 你就知道怎么样建立自己的波尔的智慧 知道这个方法了 然后你在日常生活中 你常这样训练自己 今天也这样做 明天也这样做 一方面静坐 也一方面静心 静心也静坐 不可以只是静坐不可以 要静心 也要静坐 也要静心 静心也静坐 还是这 就是这两个威仪 你这样常常 由摄摩托和皮肤手脑 长时期的训练 慢慢的这个波尔的智慧就出来了 出波尔的智慧出来 就是圣音了 就是圣音 所以应生无所住心 要先有住 摄摩托和皮肤手脑 要是你的心在摄生相外出法上需要分别 摄摩托和皮肤手脑 那心能离一切相安住在离相的第一地那里 至于一切法心不知早 住最上舌 弃舌的舌 住最上舌 就是心里能不着一切法 而我们在神仙相外说法上需要分别 那就不能安住第一地 不与波尔波尔的密相应了 就是凡夫境界了 世故佛说菩萨心不应诸舍不思 这得隐正 所以佛自己说 所以法无上菩提心的隐 你要学习圣道 不要在舌上相外出法上需要分别 直到这都是真实的 不可以 直到真实的就是我们凡夫 直到这个是真的 这也是真的 然后心里面就是贪托词都来了 所以菩萨不应诸舍 你心菩萨道的时候 你不应在舌上需要分别 要有般若的智慧 远离一些需要分别 有正意念 有如理作意 这样子行不思 那么这样子呢 你就有般若的智慧 就也不离无上菩提心 也就是离一切相发多了三百三菩提心 就像这条路来了 菩萨 还修六波罗密干什么呢 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隐 不是不是 你要利益一切相料 你为利益一切众生 你应该这样不是 因为你能无助 有波尔波罗密的智慧的时候 修不思 才能利益一切众生 如果你没有波尔波罗密的智慧 你心里面有执着的时候 你这件事都是利益自己 而不是说利益他人 那就不能是利益众生了 所以发无上菩提心的人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你应该无助 能利益一切相的 与波尔相应的这样去布施 那么也就利益一切众生 利益一切众生 你也就得无上菩提了 所以这是他两地的事情 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 又说一切众生再非众生 这个你就是说是 利益一切相发达了三百三不提心 利益一切相 修六波罗密度化众生 发不提心也是利益 修六波罗密度化众生也是利益 怎么叫做利益呢 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 又说一切众生再非众生 这就是离相 利益一而彼之身也是无相 舌舌相应时也是离相 言诗耳识彼之舌舌身也是离相 你修识念处也是离相 乃至阿阿多勒三百三不提也是离相 你能这样子 一切诸一切诸都是与波尔波罗密相应 那就是无相 一切诸相即是非相 都是自信空的 所以都是离相 又说一切众生再非众生 你去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 观众生也是不可得 那要这样子去行布什波罗密 修六波罗密能利益众生 如果有众生可度 那你就有恶相 言相 众生相 受众相 就是个生死凡夫了 不是行 仆是道了 修佛迪如来是真欲者 私欲者 如欲者 不惯欲者 不义欲者 前面说这么多的话 说这么多的话 他劝我们要相信这件事 巴佛迪欣也是离相 幸福之道也是离相 修欲如也是离相 修世间处也是一切都是离相 你要相信这件事 这有意思 如来是真欲者 私欲者 如欲者 不惯欲者 不惯欲者 佛不会说谎话 佛说的话都是合乎道理 而没有错误的 你应该相信 劝我相信的意思 因为特别的说 真欲者 佛说那个地异地 佛说的也是没有过世的 佛说世虚地 一切法都是缘起地 这句话也是私欲 也是真实的 佛这样说也是真实不虚的 如欲者 四方三世一切佛 一二地说法 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 如三世诸佛 就是同于三世诸佛 为众生说法 这叫如欲者 这个如就是同的意思 同于三世诸佛 都是一二地说法 不逛于者 不欺逛众生 佛说的法 都是利益众生 而没有欺骗众生 众生啊 我们凡夫说话 有的时候 于事与理不契合 不符合 有说谎话的时候 佛不是没有这回事 都是真实 不弃光众生 不异于者 不是今天说这个 明天说那个 佛说的法 我们世间人呢 做一件事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今天做这件事 做得还不理想 明天再做 就好一点 再做这 继续把这件事 逐渐地把这件事做成功了 做得圆满了 好 见词地发展 最后是圆满了 佛说的 佛为一切众生说法 我没这件事 就一下子就是圆满的 不会是变异的 不是这样意思 众生本身的根性有差别 有变异 由凡而甚 由初欢喜地 到最后法云地 是有深浅的不同 但是佛为一切众生说法 都是圆满的 而不会随便 佛说的真理 就是达到极圆满的时候 不是说见词发展的 没有这些便宜 没有这些差别的 这一共是五句话 就表示佛为众生说法 都是真实不虚的 你不要多疑 你不要疑惑 劝我们相信的意思 虚不得 如来说得法 此法 无实 无虚 这底下 引佛 引佛所得 所证悟的 来劝我们相信 佛说法是真实不虚 如来说得法 就是佛经过三大阿生七节的修行 最后得了无上菩提了 这种境界是真实不虚的 是这个意思 是无实无虚 佛到了这个境界 佛为我们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无实一个无虚 这个无实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一切法 我们所我们的内心所接触的一切法 我们都因为是真实的 佛成佛的这个圣音 佛看的一切法都是不真实的 都是如幻如画的 叫无实 无虚 佛所证悟的第一地 是真实不虚 它不像这个世俗地的圣起法 是虚妄不真实 佛所证悟的这个第一地 是不虚妄 是靠得住的 我们凡夫的境界 总感觉到庸华富贵很好 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是我们欢喜的事情 你想 你因为的很好 你就好好读书 好好做事 希望能够成就庸华富贵 真是你成就了庸华富贵 庸华富贵令你苦恼 并不令你安落 所以那些人有期望性 是虚妄的 但是佛三大阿生七戒 得无上不低 得到第一地 是真实的 不虚妄 没有期望性 那是真实的 劝我们相信佛的境界 真实不虚 所以加起来就是无实也不虚 我们对于佛 到这个时候 佛我用的说法 都是真实不虚 我好像是这样的意思 虚佛提亚菩萨心住于法 耳心不时 如云如暗 在屋所见 我心里面想讲故事 讲故事挺好 这个 故事在阿育王时代 阿育王做了一个 他力量很大 同意了印度 他们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宫殿 地方 站的地方也很大 房间也特别多 当然可能是很豪华的境界 但是阿育王这个人 可能是欢喜化 他就请了很多的画家 在他这个大地 这个楼房里面画 那么这个时候 从很远的地方 来了一个画家 来了一个画家的时候 他也在他这个楼房里面画 看很多的地方都画好了 他只是看门后边那个地方 还空空着一个位置 他也在那画 就画好了 画好了 这阿育王又来看吧 其他的画都看完了 唯独是看见最后来的画家画这一段 他心里面特别注意 就把这个画家找来了 说是你画画上一个女人在河边取水 河里边有莲花 这是你心里面想的画出来的 是真实有这件事 你画这个女人这个样子 是真实有这个样的女人 是你心里面想出来画的 这个画家说是真实的 就是我从我的住处 来到大王这里来 在中路看见这么一件事 真实看见这么一件事 我画出来的 我说好 你把这个地址写下来 阿育王就派人去找这个女人去 派人找这个女人 就是到他的母亲家 他母亲说 我这个女人已经嫁出去了 有了丈夫了 然后这个使者就是到那去 向他丈夫说 大王阿育王要这个女人 你应该奉献出来 你不要违背大王的命令 那阿育王的势力太大了 谁敢不听 他也只好就说 好好好 就是 他就这个使生 就把这个女人带走了 带走了 那么来见大王 阿育王一看那个女人 这鬼像画的那样是美啊 就封她为夫人 好 就国王就是阿育王做这种事情 别人的太太就抢来了 等于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有一天 这个阿育王回来啊 办完事来看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哭了 就哭了 阿育王说是 你以前呢 给一个苦恼的人做太太 今天忽然间给大王做夫人 应该是快乐的 哭什么 这个女人说 大王如果你能原谅我 我就把我哭的原因向大王报告 可以 你有什么话你说好了 她说好了 因为今天呢 有人拿来莲花聊 我闻见莲花的味道 就想起我的战俘 所以我就想我的战俘 所以心里面哭 说是 闻见莲花的味道 就为什么会想起你的战俘 因为我战俘的身体也有这个味道 就是莲花的味道 想起来 说真的吗 说是真的 好 然后这个阿育王就派人 我派人去把你战俘 或者说是青莱 或者什么的 如果真实的 我就设你无罪 他对你说是真实的 我没有说谎话 好 那么他就派人去找他的战俘 那么 大家很快的就是到了这个地方了 很容易就把他的战俘找到了 战俘原来是佛教徒 我教徒因为自己的爱人被抢走了 他这个心就完全改变了 就出家了 出家了 当然就是那个时代 所以阿育王是佛灭后百余年 就是正法住世的时代 那么这个 这个幽不赛出家了呢 快的就是修小世间处得阿罗汉 得阿罗汉了 阿罗汉了 那么这个阿罗汉的死神来找他 说是大王找我做什么呢 大王找你来供养你 说些好听的话 那么好 其实阿罗汉这个阿罗汉是有神童的 你欺骗不他 你不能欺骗他的 但是阿罗汉也不说什么嘛 就随着这个死神就来了 来了阿罗汉就接见他 就大家面对面坐 就听他说话 就注意他 果然闻着莲花香 一听 他这个鼻就闻到莲花香 莲花香说是 必是你这个口里边有什么东西 发出了莲花香 就是请人拿来水给你漱漱口 他就拿来漱漱口说话 还是莲花香 说这样的话 你远来请你去沐浴洗澡吧 他就去沐浴 沐浴完了以后 对面说话 莲花香更厉害 那么这时候就相信是 阿罗汉相信这是真实的 不是伪装的了 就问这个阿罗汉 说是为什么呢 你会发出来这个莲花香 阿罗汉说我许事 许事的时候 许事的时候 我是在一个地方做生意 做买卖 经过一个地方 看一个法师在说法 说法我就用莲花 还有另外其他的香 供养这个法师 所以我今生得这个果报 果报 果报就会发出这个香来 所以这个阿一王一看 这是真实不虚的了 并且他能说出来 他自己许事的因果关系 就是有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在想 如果阿一王不把他太太抢过来 他能得阿罗汉国吗 他能出家吗 我看不一定 不一定 那么阿一王也可能是 也可能是用他贪心 把他太太请来的 也可能是 但是因此 他就卸脱了这个雷水 卸脱了这个包裹 而出家就顺到 这个世界上的因缘就是这样子 我们不必说得太高 阿一王用贪心 把人家太太抢来了 因此而能得圣道 那么这就是一个道的增上原料 所以能得阿罗汉道 阿罗汉也能是无助 心里面能够 他要无恶相 无云相 无众手相 无受手相 也无法相 无非法相 也能达到这个境界 心里面 于一切法 心无所着 也就是不受 不受一切法 得阿罗汉 也是能达到这个境界的 但是阿罗汉的大悲心 不如菩萨 所以不称之为菩萨 只是称之阿罗汉 就称之为小乘佛教学者 所以这个 心能的一切相 这件事 是通于大小乘佛教的圣日 都是一样的 只是大悲心的有 而分大小乘的不同 这是我讲的这里 要菩萨心注于法 而心不适 如阴入暗 在无所见 要菩萨心不注法 而心不适 如阴有目日光明照 见中中舍 这一段就是劝我们这样学习 前面说是要无助向发无上菩萨心 要无助向行菩萨道 就是因无所住行于不死 劝我们发菩萨心也要理解一下 也要无助 行菩萨道的时候也要无助 那么这一段文呢 就劝我们做这样的学习 这个意思 须不听要菩萨心注于法 而心不死 如果这位发无上菩萨心的菩萨 他不学习波尔波罗蜜 不学习波尔波罗蜜 他心菩萨道的时候 心就有所执着 就有恶相 法相 非法相 就是有执着的 这样有执着有什么不对呢 如阴入暗 再无无所见 就像人虽然有眼睛 你入在黑暗里边 你什么也看不见 那么你要是没有 波尔波罗蜜心菩萨道 你这无明不能破 你所做的功德都是有漏的 你不能够超凡入圣 要菩萨心不住法二行菩萨 要是法无上菩提心的菩萨 你能学习波尔波罗蜜 你能不住一切相 心能不住一切相 而去行不死波罗蜜 如阴有目日光明照 如阴有目日光明照 是什么一个大光明的境界 这个意思就是 日光明照呢 就譬如佛的圣教 就譬如佛的般若的无相法门 语言文字的 般若般若密的法门 你要去学习它 学习佛说的这个般若法门 那么你心里面就有光明了 你心里面就有智慧了 因为这个智慧 你心里面有一个智慧的眼镜 这样见钟钟说 你这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 不管是布施 慈戒 引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一切境界都能见地 异地 而不去取召一切虚妄境界 去虚妄分别 谈成慈的境界 你就能得成圣道 这个地方也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 比如说不管是舍生相外出发也好 牙耳鼻是神意也好 世界上一切有为有露的一切法 都是缘起的 都是必尽空的 就都是诸法如的境界 但是有的人能够证悟诸法如 证悟这个真如的道理 有人不能 为什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 你要学习波尔波罗密 你就能在一切缘起法上见到诸法如 你不学习波尔波罗密 你心里面迷惑颠倒 虽然诸法如也还是分明地显现的 但是你不得见 所以说 要不设心不住于法尔心不时 如阴入暗 再不出界 要不设心不住法尔心不时 如阴有目日光明照 见诸中诸 所以是这样的 那么这也看出来呀 学习波尔波罗密 与不学习波尔波罗密的差别 你不学习 你心不知道还是有故事的 学习波尔波罗密 你心不知道 才能够正入圣异地 这样意思 虚不得当来知识 要有善男子善女 能于此境受此读诵 才为如来以佛智慧 其次思念喜愿 借着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这样这波尔波罗密呀 是太重要了 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 波尔波罗密呢 这就说 虚不得当来知识 要有善男子善女 能于此境受此读读 你不可以轻视 文字波尔波罗密 不可以轻视 白纸黑字的 波尔波罗密的经论 不可以轻视 这个真如啊 这个圣异地 就是得称圣道的菩萨 他证悟了第一地的时候 这个第一地是离一切明言相见 没有这个语言文字的 但是你不可以因为这个 你轻视文字的波尔波罗密法门 不可以轻视 因为我们要离开了这些文字的波尔波罗密 我们能知道什么 什么也不知道啊 连一个什么叫做佛法生三宝 什么叫做归音 这些文字的波尔波罗密 都不明白啊 都不会明白的 我们要完全要靠文字波尔波罗密 我们那天已经说过 所以要善男的善女 你要想学习波尔波罗密 学习圣人的这个无为法 学习圣道 能于此境受此读读诵 你才能成功的 你要受此读读诵 文字的波尔波罗密 这件事才能成功的 在为如来以佛智慧 以其识语识语详语 接着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别的人说三说四 都不足为凭 佛的智慧看见了 你在授识读读诵 金刚波尔波罗密经 是成就了无量无边功德 将来你能得上圣道 能得阿阿多罗三便三不得得 这就表示我们应该相信这件事 因为佛是真语者 识语者 如语者 不光语者 不亦语者 佛这样劝我们 佛说 你要能学习这个波尔波罗密经 你会成就这么多这么多的功德 也劝我们这样学习 这样修行的意思 佛听要有善男子善女 初日份以恒河沙等神不死 中日份福以恒河沙等神不死 后日份以恒河沙等神不死 如是无量百千万皆已神不死 要福有因闻此经典 信心不尽其不圣彼 何况书写受之独生 为因皆说 这前边呢 最前边 以三千大千世界起保不死 第二颗就是 以恒河沙恒沙 三千大千世界起保不死 第二次 较量功德 这两次加起来 都是财不死 等到第三段呢 就是内不死 就是生命不死 恒河沙的生命不死 这是内不死 这个内不死 就是分两颗 内不死分两颗 第一颗就是恒河沙生命不死 现在是第二颗 三十恒沙蛇 恒沙生命的不死 用这样这件事 暂叹 学习博尔法门功德殊胜 这样一次 前面有那么多的不死 功德已经很殊胜了 但是还不如 学习博尔博尔明的功德殊胜 现在这又是 又更殊胜的不死 也还是不如 学习博尔法门的功德大 学习博尔法门 要有善男子善女 初日份 已恒河沙的生不死 中日份 不已恒河沙的生不死 后日份 已恒河沙的生不死 就是这个日 有日有夜 现在倒是很容易计算 昼夜就是二十小时 那么我们很公平地来计算 十二时就是日份 十二个小时是夜份 那么十二个小时的日份 分成三部分 分成三个部分 那么就是日 三十一十二 初日份是四个钟头 中日份四个钟头 后日份四个小时 那么就是三日份 这个三日 日份成三部分 每一部分 已恒河沙等生不死 这个是很多了 如是无量 百千万亿劫一生不死 时间太多了 和前面不同 比前面是更多了 要福有云 文词经典 信心不逆 祈福生命 要是又有云 这个就是佛教徒 他听闻了金刚波尔波罗秘经 信心不逆 波尔波罗秘经 就是 李切向 法多罗三百三百八十 李切向 修理波罗秘 广度众生 上求佛道 这些事情 你能够相信 这件事真实不虚的 不逆 不违背 不违背 这个法门的道理 能够随顺学习 欺福生命 这个学习波尔波罗秘 相信波尔波罗秘 随顺修行的这个人 他所得到的福德 圣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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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三十 则恒河沙术的生命 恒沙杰的这样 超过他们得到的功德 何况书写受识读书 何况你书写波尔波罗秘经 现在就是印刷 是更多了 你又能受识 又能读诵 还能为人解说 那么你的功德不是更殊胜吧 这样意思 这是 脚量 脚量这件事 用这个恒河日三十 百千万亿节 以身布施的功德 不如学习 金刚波尔波罗秘经的功德广大 这是脚量 学习的一要言之 事情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这下面就是称探劝秀 赞叹波尔法文的功德殊胜 我们应该发心了学习 应该这样修行 这一科里分四科 第一科是探法 赞叹波尔法文的殊胜 学习的一要言之 就是 这个重要 其他的我不说了 重要的来说 世经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这个经典 这个法门 有不可思议 不是你能想上来的 你也说不上来的 不可称量 你可以称量它多其重 都不可以 这么多的功德 功德特别殊胜了 如来唯发大乘者说 唯发最上乘者说 这得妖言来赞叹 这部经是唯发大乘菩提心的讲说的 如果你是小乘人 你不能听闻到这部经 唯发最上乘者说 这个 法无上菩提心 这个人是在 就是 在外范围 唯发最上乘者 就是入内范了 入内范的修行业 或者说是唯发大乘者 就是潜心的修行业 唯发最上乘者 是身心的人 就是九星波尔波利米的人 这种人 这个发大乘 这个大乘是广大 包容的很多的 能包含大乘佛法里边 包含了小乘佛法在内 这叫做发大乘 唯发最上乘者 是最殊胜 超过了小乘的 最上乘 文字上可以这样解释 那么就是 初小弟 九小弟 初发无上菩提心的人 就是发大乘者 就是发大乘者 发最上乘者 就是九小弟大乘佛法的人 他的品德超过了一般人 表示这个意思 这个 学习波尔波罗密法门的是这种人 因此要有高 有高深的程度的人 所以这个波尔波罗密是特别殊胜的 要有人能受持读诵 广文人说 这底下说是 佛为这两种人 宣说波尔波罗密的法门 这些人能够受持读诵 广文人说 还能宣说波尔法门 如来喜之诗语 喜见诗语 皆得成就不可量 不可称 无有缘 不可示意功德 你要真能努力的学习 你就会成就这个功德的 这是佛能够知道这个人 知道这个人内心的境界 见识人 见到这个人的表现于外的威仪 佛使看见了 你这样发心 学习波尔波罗密 所以佛看见了 所以你可以放心 你成就了功德这件事 佛都是知道的 这个意思 如是银灯 再为何丹 如来奥多罗三妙三不定 何丹这个话 在大毗菩萨论上解释是 引发的意思 它在里面隐藏着把它引发出来 就是你要学习这个波尔波罗密 就能引发出来无上菩提 佛的无上菩提 你能够成就 就是这样一次 你要学习这个波尔波罗密 学习这个无恶相 无法相 以无非法相 学习这个波尔的智慧 但是大乘佛法的波尔波罗密 是与大悲心相应的 所以和小乘佛法不同 你要能这样的学习 你就能得无上不定 世界上有世间的功德 有初世间的功德 初世间的功德 有身文的功德 有毕自佛的功德 有菩萨的功德 有佛的功德 有佛的功德 世初世间一切功德里面 以佛的功德最为殊胜 你现在学习波尔的法门 你就可以得无上菩提的 何一顾 虚佛的要想法者 找我见 因见 忠实见 受之见 在于此境 不能停受读送 为因解说 这底下 佛为什么有偏心 唯独为法无大乘菩提心的人 为法最上乘菩提心的人 宣说波尔波尔的命 不为一切众生 宣说波尔波尔的命 这得加以解释 何一顾 虚佛的要要小法者 如果欢喜小乘佛法的人 他就 与大乘 法无上菩提心的法门不相应 所以佛不能为他说 不能为这个人讲说 因为小乘 我们读阿韩经会感觉到 小乘佛教的学者 对于生死的苦恼 非常的艳丽 不愿意在生死里流转 发大乘菩提心的人 要在生死里流转 长时期的度化众生 这样小乘佛教徒不欢喜 所以修消四年处 赶快的能入涅槃 卸徒生死大苦 所以他不能学习大乘佛法的波尔法 他不能学习 所以小法者 他说 在于此境不能听受读书 不能 他不能学习 照恶见 言见 忠识见 受识见 在于此境不能听受读书 为人结束 照恶见 至少有我的人 和波尔经的思想是冲突的 波尔经说无恶 那他心里面不欢喜 所以也不能够为他说 所以他也不能够听受读书 为人结束的 我们因为没有 虽然是也至少有我 我们只是俱生恶之重 分裂恶之 我们中国人 这分裂恶之不是那么重 因为我们 没有 也没有深入禅定 还没有 有那么 坚固的邪知邪见 有坚固的邪知邪见 不是一般眼 不是在无欲 摊着无欲的眼 有特别强大的邪知邪见 是有修行的眼 有修行的人 有修行的人 就是有禅定的人 他从禅定里面 他自己有所见地 这种人 这种人 他的自见不容易动转 不容易动转的 因为他不是听别人说 他是在禅定里面有所见 像江才说 要是得了未到地定的人 他要不学习金刚摩尔波罗密 他要得到未到地定 他这个恶见是非常厉害的 他看我们都是虚妄分别 在无欲里面活动的人 他敲不起我们 他自己因为很有修行 这是我 你怎么 这不是你能知道的境界 所以他那个恶见是非常厉害的 只有我们学习了佛法 学习佛法 佛告诉我们 是无恶相 无恶相 无法相 是不知道这件事 学习为师的时候 为师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我想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到佛学院 可能会学习 学习过 因缘次第缘 缘缘增上缘 学习这个 四缘生诸法 更无地无缘 这个次第缘又名为等无见缘 又名为等无见缘 这个等无见缘是什么呢 就是指我们这一念心说 我们这一念心呢 是刹诺刹诺生灭的 刹诺刹诺生灭 那天有一位法师说道 要有云言 要云言 如来要来要去 要说要我 是因不结我说一 对的吗 佛 你要看见佛 要来要去要说要我 是因不结恶的说意 这是下边的问题 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无常来解释 就是 舍法也是有生有灭 比如我们看见这光明 前一刹诺的光明 不能来到第二刹诺 第二刹诺的光明 不能来到第三刹诺 因为它一下子就灭了 一下子就灭了 是这样子 所以不能 如果我们只找 前一刹诺的光明 能来到第二刹诺 也能来到第三刹诺 那就是有常了 常注的 它没有生灭了 这个常注的这件事 就能从前一刹诺到最后一刹诺 就能从此自逼 就是有来有去的 因为一刹诺就灭了 后一刹诺又再生 这样子生灭生灭 那就是不能 虽然是我们在时间上看 你说是午后一时一分钟 把这个开了这个灯光明了 但是它不能到第二刹诺去 不能 那就是不能来去 所以一切法 这个圣赵大师有物不谦论 物不谦论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切世界上一切事情不能动 不能有此之彼的 我们看着是有此之彼了 我们看这个人 从那边走到那边去 我们看着光明 一只光明了两个钟头 一只光明了四小时 但是你要观察它的时候 它一刹诺间就灭了 一刹诺刹诺就灭了 但是现在这个掌误见缘呢 不是指外面的舍法说的 是指内心说的 只有我们这个心呢 是刹诺生 刹诺灭 刹诺生 刹诺灭的 这和这个愣言经说的 常驻真心是不同的 不一样 这个前一刹诺灭了 后一刹诺才能生起 这些叫做等无见缘 叫做等无见缘 从这个等无见缘看出来 就是表示这个心是刹诺生 刹诺灭的 不是常驻的 说到这件事 要是我们不这样 学习这样的佛法的话 我们读阿寒经也好 读这个波尔经也好 读这个欲学时的论这些佛法也好 它就告诉你 舍受显行时 都是刹诺生 刹诺灭的 我们这样子 这个学习的时候 才知道这件事 你要对佛说的法 相信的话 因为你在修这个 修这个 修定 修舍磨托托批不舍诺 你由未遇见定 到未到地定 由未到地定 到舍界四参 到空无边处定 食物边处定 无所有处定 非不想处定 乃至到灭尽定 到无量无边的佛三昧的时候 因为你对佛说的话有信心 那么你在禅定里面看见 一切法都空了 我这个明了性还在 我这个灵明的心还在 这时候你对这个灵明 就知道它是常住生灭的 就不知道有个常住的恶 你就会这样子了 如果你没学这个法法 那你自然说 这个是我 是不生不灭的 我从昨天到今天 到尽未来即 是常住真心 你自然会这样想 自然你会这样想 但是你要 你要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 佛法 是公寅大师讲 静安静开悟的 然而啊 禅宗的人并不全这样的思想 说他是我的祖师 结果你的思想 你和他不一样 你要详细看嘛 祖师的语路看 禅室的语路看嘛 这不是一样的 我们说是重视传承 实在多数不 这句话是这么说 实在不是这么回事 不重视传承 那么重视什么 重视我的看法 我称你为师父 实在你不是他徒弟 因为你的思想不是从哪来的 从哪里来的 从自己的恶知恶见来的 我就是要这个看法 如果你要不注意学习佛法 你不知道这件事 你要注意学习佛法 你才知道 我们汉文佛教思想混乱 你说一套 他说一套 这个不是今天 很久以来就是这样的 你说一套 他说一套 谁说的对 你要不学习佛法 你不知道这回事 你不知道的 只是我学到这个 我就这样讲而已 大家多学一点 就是另一回事了 所以从这里才知道 我们能遇见佛出世 有大善根 思想是统一的 思想是统一的 就没有争论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得圣道的应多 佛灭度后 正法注释的时候 得圣道的应多 相法以后 就有问题了 得圣道的应 渐渐少 渐渐少 到现在谁得圣道了 但这件事 你要不学习法 不知道的 不知道这回事 如果你不学习圣道 如果你不学习圣道 什么叫做佛法性 什么叫做佛法衰 你都不明白 明白的 是吧 都不会明白的 所以说 遭恶见 人见 忠诚见 受识见 在于此境不能听受 读诵 为人解释 这件事办不到 我也亲自的看见一些人 也是讲经啊经 但是他的思想是有恶论 人家问究竟是有恶是无恶 他说有恶 还是这样说 他也讲经啊经 那么这个思想是冲突的 但是他 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来 致圆其说 不知道 这有三个问题 何谓禅病 为什么会得禅病 会得禅病 就是你这个 你用 你做禅的时候 你的方法搞错了 因此而有病 那就叫做禅病 如果你方法并没有错误 但是身体也有病 那你本来你次大另外有问题 不是因做禅而有病 那不是禅病 因做禅而得病 那就是禅病 你的方法不对 比如说是你修舍魔陀 你不修舍魔陀 一直修皮不舍魔 然后弄得脑袋疼 那就是禅病 你一直的思维观察 你愁不痛 那就是禅病 就是 我不欢喜修舍魔陀 我不欢喜修皮不舍魔陀 我就欢喜修舍魔陀 修舍魔陀 你不欢喜修皮不舍魔陀 表示你不高兴 波尔波罗密 那么你在这里面呢 你修舍魔陀 修久了 会有些知些见 那就是禅病 这是各式各样的情形的 何谓枯禅 何谓枯禅就是 你没有皮不舍魔 没有智慧的光明 那叫做枯禅 入定时无根的感受 是否都停下来 与枯禅有何不同 入定的时候 当然我们去学习巨舍论 学习这些 遇见时都会知道 神们说我静说 怎么知道得定了 怎么知道你没得定 就是你前五识还动 就是没得定 前五识不动了 所以打雷也听不见 你耳识不动了 打雷也听不见 但是第六识还动 但是这是定 你到了初禅的时候 就是这个境界 第六识还动 而这个前五识不动了 要是欲界定 未到地定 不是 前五识还动 你虽然心里面记性住 但是有声音还能听见 虽然听见 心里面还能记性住 这是欲界定 未到地定 要到了初禅以后 有声音听不见了 有声音听不见 但是第六识还动 要灭尽定的时候 第六识也没有了 无想定 第六识也没有了 这就是定力有深浅 是不一样的 好 与枯禅有何不同 枯禅呢 枯禅呢 就是里面没有慧 里面只有圣摩陀 而没有屁不舍挪 没有智慧 就是枯禅 不过这是 但是啊 也是没有学 遇切实的论 也没有学大致论 的说的话 就是枯禅 这不是经教上的话 是画得很好的 是画面的 是画面能有的 是画面的 中文字极 是画面的 这么个字极 感谢观看